今天我和大島為Carrie拍了一條片 拍完片之後我們就一起去吃糖水 那邊裡面有一間泰國食物挺好吃的 為什麼你會知道呢? 因為我之前住在這裡附近 我住過北角西灣河 變了很多 很多日本人 太古城 很多日本人住 現在不知帳簿 好像少了很多 現在日本人在灣仔住嗎? 是 灣仔、黃埔、紅磡 紅磡最多 因為疫情很多日本人回去了 但現在又回來了 正在回來了 其實對於日本人來說 糖水和甜品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就很有分別 走這裡越走越靜 這些叫三步 這裡好像盡頭一樣 所以大島就認為糖水真的可以介紹給日本的朋友 一會兒我們會點什麼糖水呢? 你猜猜一下 用了京都這個名字 京都這個字 Kyo Hayashi 你不是適合我們嗎? 不如吃個鰻魚飯 有 這裡有豚王 有豚王 對 沒錯 大島拉麵 有些甜品都在那邊 在拍攝影片 你要出鏡 在一起是OK的 應該是吧 對 可以一起去的 如果想吃的話 沒有 OK 拜拜 加油 兩間都是名記 先看看 這邊是車仔麵嗎? 這間也是 但可以坐嗎? 咦? 這裡原本是賣車仔麵的 那是否代表糖水比較好賺呢? 結果搞到整頭大汗 走了45分鐘才走到這間名記的糖水店 真的很少人吃糖水 吃得我們這麼辛苦 應該有招牌的 招牌菜 這些不是 應該是 炸炸 炸炸 椰汁炸炸 黑 炸炸 大家看這個款式是熱的 好 我吃最傳統的 是 銀杏腐竹雞蛋凍 好像挺好吃的 因為 甜品 如果這個 八果腐竹 做得好吃的話 基本上 其他東西都不會太壞 那我呢 又是會點點甜品 裡面的 很傳統的 一個 銀杏 不是 不是 是芝麻糊 那個叫什麼 芝竹糖水 八果 腐竹糖水 是芝麻糊 雞蛋糖水 和你一個湯 和你一個湯 你換了一個說法 對 楊枝金露 不是十分傳統 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什麼味 可以比較一下 一定要冷到 我燃到 你不如看看後面這個 有榴槤 我很喜歡吃榴槤 如果我是你 閃紅豆沙 你喝 你喜歡喝 芒果三味露 好 麻煩 這三口 好 這一碗是 芒果西米 是 腐竹蛋 是 還有 Denson的藥 絲金露 就是這樣 你適合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這個 都是 這個不是 白果義米 這個是西米 西米 西米 比較軟 這個 耳米比較硬 以前說這個是 青瓜的寶寶 是嗎 這個 是 這個是西油 還有這個 就是 青瓜的寶寶 寶寶 為什麼是青瓜寶寶 好 就是這些寶寶寶 是嗎 對 你搜尋青瓜寶寶寶 就是會 彈西米露出來 為了求證這個說法 我真的去搜尋了 完全不是這樣的東西 好像腐竹蛋 挺濃的 很濃 很濃 就要嘗嘗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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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多芒果味 很多青瓜的寶寶 很多青瓜的寶寶 銀杏 白果 然後 耳米 雞蛋 全熟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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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 很濃 濃得來不是很甜 剛剛很棒 很濃 很濃 還挺老的 剛才還沒吃 這個應該有半太芒果 有 可能很多 不是 多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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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6 我是28 我28 你還可以吃 日本人可以推薦嗎 可以 可以 如果喜歡吃的 真的很甜 這個不夠甜 但我對 這個 好吃的 你還沒吃過 你還沒吃過 這間龍 我還沒吃過 不知道是什麼 我喜歡這間龍 我沒有吃過 你有沒有吃過 這個西柚 跟西柚吃 好吃 有 因為有西柚 有酸酸味味的感覺 很濃 很濃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有點像 看布面 好像金露 金露是什麼意思 金露就是 可能你現在走得好 然後你有滴水 或者有滋潤 滋潤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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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的口味 他喜歡這個 很濃 你們吃的是一粒白果 因為這個 白果是誰 這個 這個白果 這個白果 白果是沒有東西的 白果是白果 因為有時候 他做得不好 很濃 銀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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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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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吃 但味道很好 這個 絕對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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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日本人是否最喜歡的 日本人的皆さ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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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杏 複雜糖 但是說 如果喜歡 很甜 你就吃這個 嗯 嗯 因為 日本人是喜歡吃甜的 但是 他甜得來 他不會選這些甜 他是喜歡一些 大福 但是這樣說 日本人很喜歡來香港吃芒果 對 芒果系 因為 以前許留山 基本上吃八成 都是為了日本人 是 是 口腹街 過了口腹街 沒有 沒有 我覺得許留山 突然間 由一年開始 你有咖喱 不知魚蛋 又要開始 先吃 沒有那個好味 以前 剛才開店 在樓山很吸引 當時 他放了很多 新鮮的橡牙窩 放在窗戶 是 很吸引 你真的看見 這些甜品店 即是中式甜品店 那些 飲食好不好 不是飲食 我真的沒聽過 不是紅豆冰 那些 是其他那些 果汁 那些 有些新炸果汁 我們真的不流行 吃糖水 就當是飲食 吃糖水 吃糖水 第一次吃 有些甜 總括來說 這間糖水店 都挺不錯 真的炸出來的 好了 吃完糖水 又和大家 飛回來日本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來過 這間叫 Loyano Hostel 的餐廳 這間是一間高級牛扒快餐廳 我也很喜歡 這裡的食物 水準是高水平 很穩定的 Loyano Hostel 成立於1951年 是屬於一間家庭式的洋食餐廳 雖然它是一間洋食即是西餐廳 但它是日本公司 這間洋食餐廳 好像這樣的洋食餐廳 在日本也有好幾間 比較出名的就是 Big Boy 不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Loyano Hostel 是比Big Boy高級少少的 那就是貴少少 所謂家庭式餐廳 就是整個家庭 僅有一款適合你吃 它的料包括 牛扒 意粉 焗飯 蛋包 name 咖喱 班戟 沙 abnormal 冰糕 甜品 朋友都喜歡清淡一點 不過這個洋蔥湯 很濃的 喜歡喝洋蔥湯 這個超級濃厚 香到不得了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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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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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中间够暖的 今天一心就是想吃牛扒 所以就煮点其他东西 请吃牛扒 打劫你一口 你这个更好吃 是吗 你这个味道够牛 你的口感更丰富 有点像吃牛扒 即是铁味比较重 牛味比较重 你这个好吃 你的口感更厚 对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最原本的西班 但是很好吃 你看看 焦焦点 所以有点点炭果味 这个菜是烧的 这个菜 也点点点汁 好吃 中间的肉特别嫩滑 特别香 看看食品 原来说这里的番茄 好鬼死出名 这里的番茄 又便宜又美味 你这个傻子龙 威人来到又不吃番茄 哈哈吃 有筋的 很难吃 总括来说 这里的食物都对得住价钱 不过最重要呢 是这里的气氛 它的环境呢 令到你吃东西很轻松 和很开心 其实这里的饭后甜品 是非常之受欢迎的 不过那一天呢 我就没什么胃口 所以就没吃到 炭烧牛油香草龙 好甜 那天我们就吃了两个大餐 差不多8000日圆 都围到来港元 5个水都不用 OK啦 题外说 大家又猜一下 这个宅果的千层蛋糕 是哪一家日本名店的作品呢 这个蛋糕 我每次去到大阪都一定要吃的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有你的赞好 我们好好 按吧 按吧 多谢